氏族賽年底即將到來 想要跟風問你 是不是還對足球的規則不是很了解呢 沒關係 球關注將帶來一系列的影片講解 帶你認識足球的基本規則 今年的氏族賽 你就是朋友間的足球知識王 足球這項運動在台灣比較少人關注 但不要因此小看他 他可是世界第一的運動 足球圈擁有歷史悠久 對抗性強 戰術多變等特點 因此吸引了全球無數人的喜愛 而且每四年一次的世界盃 更是全球最大的體育商業賽事 不論是商業價值還是觀眾人數 都無愧於運動霸主的地位 中國古代就有處局 但現在足球始於英國 足球在全球被稱為Football 只有在美國和一些少數國家被稱為Soccer 而Football在美國台灣被稱為橄欖球 足球場地為一個長90-120公尺 寬45-90公尺的長方形 而通常國際組總會所認可的一些一級賽事 像是職業賽、世界盃、錦標賽等 建議場地因為長105公尺 寬68公尺 足球場地範圍由白線劃定 比賽分兩隊 每隊場上各11人 分別擔任首能員、後衛、中場及前鋒 比賽時間分為上下半場 每半場為45分鐘 球員受傷或者球出界 比賽繼續進行 在正規賽90分鐘結束後 會有傷亭補石的時間 傷亭補石一般不會超過5分鐘 如傷亭補石後兩隊依舊平手 則會進入30分鐘的加10賽 如果加10賽還不能分勝負 那就會直接剪刀、石頭、布來決勝負 阿不是 是就會進行點球大戰 他特別注意 只有淘汰賽制才會發生點球大戰 足球場地的界線和作用 中圈 在比賽開始前 雙方球員必須在自己的半場內 除了開球的隊員 其他人不能站在中圈內 端線 比賽中如果進攻方球員將球踢出的端線 則由防守方手門踢球門球 如果是防守方球員將球踢出端線 則由進攻方踢腳球 要注意區分進攻還是防守兩個方向 邊線 比賽中當一方球員將球踢出兩側邊線的時候 則由對方球員發邊線球 這裡要特別注意 足球出界的定義和籃球不同 不宜人而是以球為主 球的整體 注意是整體 從地面或空中完全越過邊界 才算出界 像是這樣的狀況 就是界內 只要這種狀況 是界外 罰球區也就是我們俗稱的禁區 守門員可以在禁區內用手接出球 如果防守方球員在禁區內犯規 則由對方踢罰球 也就是俗稱的點球 點球點 無論是罰球點球或是決勝點球 要在點球點上執行 在進行點球時 除了主罰球員和守門員外 其他球員都必須在罰球區的弧線之外 好的 足球比賽和場地的介紹到此結束 下一集我會講解足球場上的裁判 和基本規則 如果大家有問題 歡迎在下方提出討論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 對你有幫助 可以幫我們點讚 分享 也可以訂閱追蹤我們 我們會繼續帶來更多體育相關的精彩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